哈囉 今天我們要來用AO炸檸檬汁 因為我今天要做果醬 看一下 這邊在煮果醬 有沒有看到 煮果醬喔 好 開始 那我們今天要炸檸檬汁 檸檬汁呢 首先你先把它都切片了 我們要用一個配件 是這個配件 這就是菠蘿汁雞 炸汁雞的配件 AO的一個配件 它配件就包含這些東西 那首先記得一個概念 我噴酒精 可以接觸食物的酒精 我們噴是洗乾淨之後呢 因為你的柳橙汁是不會再熟食 其實它本身有一點殺菌 但是我通常都會接觸生食的話 就是會再稍微 我們清潔殺菌一下 好 清潔殺菌一下 好 那等一下我們就 炸完汁之後呢 就會把它冷凍起來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說 啊 我家裡 就是要準備檸檬也很麻煩 因為我不可能天天上市場 那有一招呢就是說 你可以先把檸檬汁給炸起來 記得這裡有一個凹洞 看到沒有 這裡有一個凹洞 然後我們這裡面呢 也會有一個 一個桿子 這一個桿子 那我就先裝了這個之後 我就對著這個 把它卡進去 好 進去OK之後呢 我試讓一下 開機 讓它跑 欸 它可以跑了 那應該就是你裝的沒有問題 如果跑起來有異音啊 或是有些什麼奇怪的狀況 那你就要注意了 好 當它死的時候呢 我就開始這樣 覺得速度不快 你可以調速度 好 非常的乾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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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 好 那檸檬汁流起來 其實有很大的好處 就是說 喔 像我們做蛋糕 然後打蛋板的時候 其實也需要一點檸檬汁 那以前我們比較不知道 你就會買那個 就是那種 我不曉得 那可能是有處理過的檸檬汁吧 那味道就怪怪的 就是也是檸檬 可是 都怪怪的 那我喜歡就是 自己先炸檸檬 然後每次就先買一大包 買一大包的檸檬 然後 炸好吃之後呢 用那種小的模型 把它冰成冰磚 好 小心 你看 每一顆都炸得還蠻乾淨的 那 來 繼續 我今天買的檸檬 是Postco買的這種的 骨子檸檬 它們叫萊姆 它很香 香氣很重 好 那我炸完之後呢 我再告訴大家說 怎麼去保存這個檸檬 檸檬汁 因為新鮮檸檬 其實你放冰箱 它會沒多久 你沒有處理掉 它都會發霉了 對不對 它又發霉了 那我習慣把它做成冰塊 小冰塊 那這個配件呢 是我覺得還蠻值得購買的 就是說像 柳橙 柳橙汁 你看柳橙很盛產的時候 其實都很便宜 我們也可以把它拿來炸汁 直接喝或者是做成冰塊什麼的備用 那這些冰塊的話呢 我們可以拿來做 火醬啊 冰沙啊 或者是拿來做蛋糕的時候使用 這樣 這樣就不會浪費 因為畢竟新鮮的水果 有時候正材是比較便宜 又很新鮮的 那如果沒有適度的保存起來的話 其實就很浪費 這樣快速度 那你目的怎麼辦 除了60米之外呢 你還可以暫時放冰箱 讓它產生 就是消除異味的作用 然後 買一大包了 其實我用了還蠻多顆的 然後還有這些 我就是要等AO的這個炸汁機來的時候呢 再一起炸 這樣就比較方便 我不用每次只要用一顆 然後還要老實動眾的這樣子 那做火醬的時候 其實有 提供用這一盤非常重要 因為它有幫助那個 那個凝結 那你果醬可以產生菇菇的醬子 所以我在做果醬 其實現在我都不會加菇菇粉 果醬用的果醬 會不會加的 因為我會讓它自然產生菇菇 然後你可能還可以添加一些 像蘋果之類的 蘋果的果醬也很多 如果沒有果醬的時候 其實你煮出來的果醬 就會醉醉有沒有 就沒有辦法菇菇這樣 沒有辦法當成果醬 好 這個阿 這些菇菇如果你要用手去擠的話 你可能會擠到手痠子 可是我們利用機器 適度利用機器的時候 不好意思 適度利用機器的時候呢 它會幫助我們節省時間 所以買機器我最建議的就是買 配件這個就是壓制機 炸制機跟壓面機 我覺得壓面機也是蠻好用的 我要來下定 明後天可能會到 或者是過幾天會到 然後再來幫大家做示範 因為那也是我很想用的 一般的壓面機可能都是那種手動的 一直手扶著 然後還要一邊拉面也很辛苦 那用AO的話就等於說 它是一種電動的壓面機 好 OK完成了 它是電動的壓面機 好 這個處理好之後呢 我跟大家講 就是 我們家裡面可能會有一些這種 磨細膠膜 其實還蠻好用的 除了我們之前拿來做巧克力 做果凍之外呢 你還可以拿來冰檸檬汁 把它冰好之後呢 就一顆一顆放到冰箱裡面 想要用的時候就取一塊一塊 那你也可以放在氣泡水裡面 變成是檸檬氣泡水 很好喝 然後或者是我們剛剛講的果醬 會用到 做蛋糕打發蛋白的時候 也會用的到 然後還有 還有煮菜可能有些地方 會用的到吧 對不對 像這樣子 OK 成功 掰掰